吳思華下台 凡科剛學生團體號召千人上街遊行 舉牌呼口號 繞教育部立法院外圍重申訴求 而佔立教育部前廣場堅持不退場 傳球三號學生要跟教育部長吳思華面對面 重啟對談 打破雙方目前僵局 我們先承認 教育部的確透過蔡敏坤前校長 忠義聰前校長和我們隊 希望透過建立這樣的窗口和我們對話 忠義聰學生蘋果公社成員廖重倫 承認的確接到來自前忠義聰校長 蔡炳坤居中前線 希望促成凡科剛學生跟教育部長的二次溝通 時間點早在31號 吳思華跟學生協商破局 透過蔡炳坤跟指導過蘋果公社 立名忠義聰的歷史老師傳達訊息 定在3號下午2點 國家圖書館全程公開透明談話 消息提前曝光 學生表達遊藝院但尚未拍板定案 一起討論商台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然後站在一起再跟部長談 這都是全國學生的共識 雙方如果要對談 包括北高聯合總教朱鎮 蘋果樹公社學生廖重倫 發言人吳品貞 尹若宇跟梁彥柔 反課剛學生五人決策小組出席 選定3號10點教育部廣場前 學生們退場面同 絲毫沒有鬆動 也讓五所大學的校長及教授 決定聯名發表聲明 我們支持教育部目前已提出 新舊課綱並行使用 以及不放入大學入學考試試題範圍的 初步的解決方案 校長教授們譴責有心人士操作 呼籲學生暫停抗爭活動 但學生們顯然聽不進去 能不能達成共識 就看雙方下一步動作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